亲们 今天大结局来了 也许这就是所有爱人想要的模样 睁开眼看到的就是你 能一起吃饭 一起做很多美好的事情 当然 俩倒霉蛋 还需要经历最后一道砍 那就是静寻安的父亲大人 小白虽然有心理准备 但还是手脚发软怎么办啊 好在有安医生陪着 原本以为的庄严气氛 原来竟是家庭聚会 七大姑八大姨的做了满满一桌 安医生的妈妈介绍一圈 就花了好大的功夫 大家的态度都很热情 小白终于松了一口气 但这口气还没喘云 安爸爸就开始找茬 看你们给想我 感到鬼也想我 原来是我自作多情 跟我想的都不一样 看你感觉怎么这样 家人联系感情还要看时间了 将来都聚在一起多 脚子帮差不多了 要带回去了都带回去了 家里居住没那么多人 大火也看出来了 老人家这是赶他们走啊 所有人只能不花而散 安妈妈知道 小白怕安爸爸 于是分工明确 让自家儿子去陪那个俊老头 小白当然是陪自己了 他很喜欢这个小伙子 懂分村之礼数 当然最主要的就是帅 只子莫若母 他就知道所有的人 儿子不会告诉小白 我问他他都不肯说 这几颗心态啊 该打 该骂 该摔 该父母也少不 小白听到事情的经过 只有心疼和震撼 原来在他不知道的地方 安医生为了保护他 做了这么多 争取了这么多 安妈妈也是拎得亲的人 他就觉得 儿子一直很佛系 整天不争不抢 无欲无求的 这么多年 还是头一次见他 对一件事情 这么执着坚持 作为家人 他只要儿子幸福快乐就好 当然能多一个儿子 他自然是开心的 其实我觉得 多一个儿子也蛮好的 你可以把我当你妈 最好 突然 安爸爸起身走向厨房 所有人都紧张起来 原来安爸爸早就订好餐厅 位置也只有四个 所以一大家子人被他赶走 我订了餐厅了 餐厅 就你这样去的那家穿菜馆了 我订了四个位置 不管怎么说 安爸爸这是接受小白了 小白真的很心疼 他的安医生 在他不知道的地方受伤痛苦 他做的这一切还都是为了自己 不用担心吧 只是苦肉鸡而已 以后不要一个人疼了 至少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擦药 两个大忙人 终于能赶上同一天休假 安医生就想睡个懒觉 可是小白还计划 两人一起去拍照玩一天呢 于是 安医生只能宠着了 两人美美地吃了顿早餐 就准备出门了 只是携带都需要别人来系 是不是有点夸张了 谁让人家有男朋友呢 安医生可不满足男朋友这个位置 他必须要升级一下了 我等不及我们的婚礼 从现在开始 你的牙 你的心 你的全部 一切 都包给了助理好不好 好了 姐妹们 咱们下个故事见吧 小心我 你得追上来 欢迎 欢迎 我 你